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冰与火之战冷战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第一章 海底的悄悄化潜艇通信与冷战暗流 2.第二章 钢铁巨兽的轨迹超音速飞机与冷战竞赛 3.第三章 幕后的绅士冷战中的秘密外交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第一章 海底的悄悄化潜艇通信 与冷战暗流 第一章 海底的悄悄化潜艇通信与冷战暗流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在冷战期间 比好莱坞电影还要刺激的话题 潜艇通信 这不仅仅是一堂历史课 更是一堂关于隐秘策略和科技的课 想象一下 你是一名潜艇上的水兵 四周是无尽的深蓝 你的任务是在这片寂静的海域中 传递最机密的信息 而且不能被敌人发现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在玩中迷藏 但这个游戏的赌注是国家安全 在冷战期间 美国和苏联的潜艇 就像是海底的猫和老鼠 互相追逐 互相躲避 潜艇通信成了一种艺术 一种科学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黑魔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潜艇在深海中通信 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金属罐头里 用手电筒发信号 而且还得确保别人看不见这个信号 潜艇使用的是 一种叫做极低频 ELF的通信方式 这种频率低的惊人 以至于它的波长 可以达到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这样的好处是 它可以穿透海水 到达潜艇隐藏的深处 但是 这也意味着你需要一个非常 非常长的天线 来发送这样的信号 想象一下 你在威斯康新州的森林里散步 突然踩到了一个天线 这个天线 可能正连接着几千公里外的潜艇 是不是有点像科幻小说的情节 但是 这种通信方式也有它的局限性 由于频率极低 所传输的信息量非常有限 这就像是你只能通过微信发表情报 而不能发送文字 所以 潜艇上的指挥官们 必须学会用几个简单的代码 来传达复杂的指令 这种简洁的沟通方式 不禁让人想起了古代的烟火信号 只不过现在的烟火 是在水下悄悄燃烧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潜艇通信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较量 更是心理战和耐力战 潜艇水兵们 在深海中度过数月 与世隔绝 他们的耐心和勇气 与他们的潜艇一样 都是钢铁打造的 最后 虽然冷战已经成为历史 但海底的悄悄化 依然在继续 今天的潜艇通信技术 已经远远超越了极低频 但那个世代的故事 依然是我们探讨隐秘 策略和科技的宝贵财富 所以 下次当你在海边 听到海浪的声音时 不妨想象一下 也许在那波涛之下 还有一段段 未曾被人知晓的悄悄化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二章 钢铁巨兽的轨迹 超音速飞机与冷战竞赛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让人心跳加速的话题 超音速飞机 这不仅仅是 一段关于速度的历史 更是一段关于人类智慧 国家荣耀 与冷战较量的传奇 那么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充满紧张气氛 和技术较量的年代 首先 我们得明白 超音速飞机 并不是为了 让你的快递包裹 更快到达 而是在冷战期间 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之间的 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较量 这场较量 不仅仅是为了证明 谁的科技更先进 更是一种心理战 和政治宣传的工具 在这个章节中 我们会遇到一些钢铁巨兽 比如美国的 SR-71黑鸟侦察机 和苏联的 图波列夫兔144 SR-71黑鸟 这个名字听起来 就像是出自 超级英雄的漫画书 它以三倍音速 在天空中翱翔 几乎可以 从纽约飞到伦敦 去喝下午茶 然后再回来上班 而图144 被吸称为 康克欧斯基 因为它和英法合作的 协和式飞机 康克尔长得太像了 它的首飞 比协和式还要早两个月 这在苏联人看来 无疑是在速度竞赛中 抢得了先机 但是 超音速飞机的故事 并不总是那么光鲜 图144 在1973年 巴黎航展上的坠毁 让人们对 超音速科技的安全性 产生了质疑 而协和式 虽然在商业飞行中 取得了成功 但高昂的运营成本 和2000年的空难 也为它的传奇 划上了句号 超音速飞机的发展 是人类对极限的挑战 也是技术与梦想的结合 它们如同天空中的流星 短暂而耀眼 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 在这个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 也见证了人类 对速度的永恒追求 不过 如果你以为超音速飞机 只是冷战时期的产物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在21世纪的今天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超音速旅行 可能很快就会回归 我们的生活 当然 这次可能不再是 为了国家的荣耀 而是为了 让我们能够在早餐 吃完纽约的贝果 午餐享受巴黎的法式大餐 所以 同学们 当我们回顾这些 钢铁拘售的轨迹时 不妨想象一下 未来的某一天 你我也许能够乘坐 超音速飞机 像穿越时空的旅人一样 探索这个美丽而神秘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第三章 幕后的绅士 冷战中的秘密外交 第三章 幕后的绅士 冷战中的秘密外交 亲爱的听众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冷战时期 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英雄们 秘密外交的绅士们 这些人物 他们的名字 可能不像肯尼迪 赫鲁晓夫 或者里根那样响亮 但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 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 冷战时期的国家领导人 你的桌子上堆满了间谍报告 你的耳边回荡着 军事顾问的战争游戏 而你的心里 却清楚得很 一旦按下那个红色按钮 世界就会变成一片焦土 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的 不仅仅是力量 还需要智慧 更需要那些 能在幕后缓和紧张局势的绅士们 这些秘密外交的绅士们 他们或许不穿战袍 但他们的西装 口袋里装着的 是能够决定世界命运的秘密文件 他们在华盛顿的鸡尾酒会上 或是在莫斯科的宴会厅里 用微笑和握手交换的信息 编织着和平的网 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关于美苏两国间的厨房辩论 1959年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 与赫鲁晓夫 在莫斯科的美国展览会上的 一个模型厨房前 展开了一场即兴辩论 这场辩论被称为厨房辩论 表面上是关于各自国家的生活水平 但实际上 这是一场充满了隐喻的外交舞蹈 两位领导人 在锅碗瓢盆间 展开了意识形态的较量 而这场辩论 实际上也缓和了 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还有一个例子是 匈牙利危机期间 美国和苏联的外交官们 在联合国的走廊里 进行了一系列密尼会谈 他们在那里交换了意见 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不是在战场上对峙 这些幕后的绅士们 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 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和平时间 当然 这些故事中的英雄们 并不总是能够阻止灾难的发生 但在冷战这场持久战中 他们的努力 至少让我们得以在和冬天的阴影下 享受一些阳光和威风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那些黑白照片中 身着笔挺西装的绅士们 在签署文件时 记得 他们可能刚刚从一个秘密的房间里走出来 那里可能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甚至是整个世界的未来 他们是幕后的绅士 是冷战中秘密外交的无名英雄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冷战时期 一些令人惊叹的故事 我们了解了潜艇通信的艰难与刺激 超音速飞机的速度与力量 以及幕后绅士们的秘密外交 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技术和历史 更是关于人类的智慧 勇气和决心 潜艇通信让我们想起了那些 在深海中度过数月的水兵们 他们与世隔绝 与敌人周旋 他们的勇气和耐心 就像他们所驾驶的潜艇一样 坚不可摧 超音速飞机的故事 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 他们如同天空中的流星 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而幕后的绅士们 则用智慧和耐心 在紧张的冷战时期 缓和了世界的局势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科技和勇气并存 而解决问题需要智慧和耐心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 但这些故事的意义依然深远 他们提醒着我们 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 我们都需要保持警惕和智慧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现在 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